接下来我们讨论自由落体的力学能守恒关系 如果有个物体从最高点的地方H这个高度 直接落到地面上来 从最高点落到最低点 这时候本来直接落下的过程 假设最高点的位置是第一个位置 K1 加上U1 是在最高点的动能加位能 直接落到地面等于K2加上U2 因为自由落体整个过程 如果自由做重力 而又没有阻力没有摩擦的话 则最高点的力学能会等于最低点的力学能 而力学能K1加上U1 等于最低点K2加上U2 但是既然是自由落体一开始初速是0 所以K1等于0 而落到最低点最低点 我们把地面当作是0位面 所以最低点的地方是0位面 既然是0位面中力位能是0 所以U2等于0 所以就得到了U1等于K2 最高点的重力位能 最高点的重力位能 直接等于最低点的动能 所以最高点是H的高度 因此MGH 这个在最高点的重力位能 直接等于到最低点来 二分之一质量M 最低点的速度如果V 那就是最低点 二分之一MV平方 是最低点的动能 两边把M约掉2乘过去 所以V平方等于2GH 因此可以得到V 落地瞬间的速度 就等于根号2GH 这个是永次有落体 最高点一开始 我们利用最高点的高度 直接转换变成最低点 着地瞬间的速度 那如果在中间落下的过程 假设这是第一个位置 如果这里是第二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如果高度H1 而在这里速度如果说是V1 落到第二个位置来 它高度是H2 如果在这个位置速度是V2 则整个过程利用力学能守恒 第一个位置的动能加位能 等于第二个位置的动能加位能 所以第一个位置 它的动能二分之一MV平方 加上第一个位置的重力位能MG 只要知道垂直高度H1 这样就可以知道它重力位能 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位置的动能 加上重力位能 等于在第二个位置 因为速度是V2 所以它动能二分之一MV2平方 而如果下来的过程高度变成H2 所以重力位能变成了MGH2 虽然高度少了 可是速度快了 所以重力位能少了 但是动能多了 所以整个总和 因为没有阻力没有摩擦 所以力学能守恒仍然是一个定值 所以等于第二个位置它的力学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 在任何一个我们所期望的高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高度多少 它速度多大 利用力学能守恒 可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这个是自由落体落下过程的讨论 感谢观看